今天跟明天我会跟你分享 关于执行力这个主题 一提到执行力 你脑子里面直觉想到的 是关于做什么 这个方向的思考比较重要 还是到底要怎么做 这方面的落实会比较重要 其实如果公允客观来看的话 做什么跟怎么做都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厘清要做什么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瞎忙 为了做而做 可是如果你没有朝怎么做 这方面的努力去前进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变成 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侏儒 只是回到你身上 尤其是我们反观一下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关于这两个层次 做什么跟怎么做的 这方面的讯息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多 又或者是在你的主观世界里 当你面对到任何任务跟挑战的时候 你的习惯性的思辨 会朝哪一个方向呢 其实说到执行力 就必须提到克里斯丁森 他的最有名的著作 就叫做执行力的修炼 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只是我今天想要从克里斯丁森 跟当年安迪格洛夫 Intel的总裁 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奇闻意识 来跟你做分享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 当时安迪格洛夫就知道 克里斯丁森他从事破坏性创新的研究 而所谓的破坏性创新 简单的意思就是 很多大公司基础稳固的公司 常常会出其不意的被新创公司推翻 而且这些新创公司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在低阶的市场里面 推出低价的产品 但是透过逐渐改善跟升级 最后就抢走了高阶市场的占有率 所以安迪格洛夫当年的Intel 就是第一品牌 他们面对的就像是超为AMD 这样的公司的一个低阶产品的竞争 所以在他了解了破坏性创新这个概念之后 安迪格洛夫就拟定新的策略 推出赛扬这一系列的晶片 晶洋晶片在当年是一组性能比较低阶的产品 他们协助Intel成功的抵抗 来自于低阶竞争者的挑战 不过这背后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就是 克里斯丁森他回忆到 安迪格洛夫在会议休息的时间的时候 就问他说我到底该怎么做 安迪格洛夫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做 这时候克里斯丁森的回答 就以一个企业顾问的角度 谈了很多理论 他告诉安迪格洛夫说 可以设置一个新事业单位 等等的blah blah blah这些部分 然而呢 安迪格洛夫他听了 越听越不耐烦 就很粗鲁的打断克里斯丁森 告诉克里斯丁森说 你真是个天真的学者 我问你应该怎么做 你却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 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段对话呢被克里斯丁森记录下来 因为这也给克里斯丁森一个还蛮大的冲击哦 就身为一个学者 身为一个学术的探讨者 他当然会花很多的力气去思辨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叫做对的事 但是对于安迪格洛夫而言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是一个实业家 当他知道方向 当他知道要努力的目标的时候 他的任务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步一步的 很落实的 很落地的去实践 朝向他想要去的目标 所以呢 这个故事谈到这里 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哦 到底我们把时间花在哪里呢 我遇过很多朋友 他把他的时间都一直在探讨 一直在talk about 他的问题 一直在讨论他的问题 但他似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去思考一下 或者去研究一下 他可以跨出去的第一步是什么 他如何让自己有开始有起步 然而相反的 我也遇过一些人 他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就很着急很快的 马上就问 那到底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做 好像他把他的精力都放在石座上 可是他常常啊 没有先厘清真正重要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已导致于哦 他在瞎忙 他越努力越挫折 所以谈直行李 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 关于到底要做什么跟怎么做 这两者 你有没有坚固跟平衡 如果真要讲顺序的话 通常我们一定是要先厘清 到底什么才是关键 接下来去制定实际的实践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我所有的课程 无论是实体课程还是线上课程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维 开头我一定会先破除你的迷思 在思考的部分 在观念的部分 在想法的部分 帮你标定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跟定位 至少让你不要掉入那些 所谓的积飞程式的那些观念里面 但接下来我一定会告诉你 How to 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要怎么起步 怎么实践 怎么执行 就像我在时间教训班里面 告诉你 让起步只是起步就好 怎么样定定小目标 怎么样让自己无阻力的能够跨出去 而我在过好人生学里面也一样 当我陪伴你打破一些生涯的迷思 看见自己在面对生命的一些 不太好的习惯跟状态的时候 接下来我就会陪伴你 怎么样去建立起必要的能力 尤其是在人生的长河里面 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标定出自己真的想去的地方 一个具体的方向 所以说到这里 你会听一天听一点的内容 这意味着你对自己本来就是有关注关心的 你有学习的习惯 然而我邀请你透过这段内容 在你关掉这段录音的时候 你可以问自己 到底你着重在哪里 你有两者坚固 你有两者平衡吗 还是你花太多的时间做理论的讨论 但是事实上在行动的部分你没有跨出去 又或者是 你总是急急忙忙的做一堆 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要说做你有做 但是你好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 叫做画错重点吗 你根本没有先厘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如果再延伸来看 如果你想要透过学习来帮助自己 在实践生命这方面的一个具体前进的话 那么选择学习的材料就非常的重要 别的我不敢说 至少起点文化 不管是实体课程还是线上学院 都会兼顾这两者 开头我们一定会让你很清楚知道 什么是迷思 什么是思考的陷阱 而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陪伴你去发现 而接下来我们就会给你很具体的做法 所以呢 透过这段分享祝福你 不管你会不会踏进起点文化的教室 或者是参与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都很期盼你能够活出 知道做什么 也知道怎么做 的一个平衡自在又务实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近期的课程是在2020年的1月12号 开课的幸福工作坊 幸福工作坊是由嘉玲老师单纲 他会用很实际的方式让你看懂在亲密关系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更重要一点是陪伴你去找到去建立去经营一段好的关系的具体做法 所以呢关于人生的亲密关系这个议题 他会让你厘清到底要做什么 他更会陪伴你去建立起怎么做的具体方法 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幸福工作坊的名额也在倒数了 所以期盼你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这是嘉玲老师一年才会开一次的课程 千万别错过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